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逃跑的小娇妻 第59-61集 甜蜜日常 孙子是最好的礼物,改善基因 迟到两年的洞房花竹叶,在昨夜终于如愿以偿 路易自此爱不释手,如同变了一个人似的,黏在老婆身边 时不时便动手动脚 如今下在书房工作,她便坐在旁边 上下起手,独自一人玩得不亦乐乎 今下最初比较娇羞 数次打掉她的手,奈何她脸皮极其后,切而不舍 今下最后也懒得搭理她,任由她胡作非为 这一场深与新的交流 让两人的关系直接更进了一步,路易借此机会 直接搬回了主卧 而今下呢,倒是也没有反对 此时再反对,似乎有些矫情了 而自从那一夜之后 路易也不为今下调酒了 因为就算不喝酒,也能如愿以偿了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奈何今下还是中了圈套 还是心甘情愿那种 在这场婚姻之中 今下觉得路易一直在温水煮青蛙 而她就是那只青蛙 她看似不提要求,可却又处处在她身边 聊得她心仰难耐 今下实在受不了这种暧昧的日常了 索性最一回,让两人暧昧不明的关系彻底地改变 提前进入正常的婚姻生活 在一场婚姻博弈之中 看似是路易胜了 可对今下而言,何尝又不是得偿所愿呢 这么帅气多金的老公日日在身旁晃悠 很难不为之动心 今下也是普通的女人 两年前,她便为她动心过一次 因为种种误会,她退缩了 两年后,误会解除 她怎么可能心如止水呢 只是,敌不动,她不好意思动而已 孙子兵法云,西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感情亦然 今下这般聪慧 怎么可能让路易查出一样呢 顺势而下,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才是上上之策 不得不说,和聪明人谈感情 哪里有那么容易 哪怕是路易这般精明的商人 不也落入他人的网中 而浑然不知 今下手里拿着书 偷看坐在自己旁边工作的男人 心底不禁觉得好笑 偷看我笑什么 被抓包的今下只觉得有些尴尬 冲耳不闻,假装继续看书 别想蒙混过关,说 偷看我做什么 路易放下电脑,呼得来到今下的身边 夺走他手中的书,极其认真的问着 今下依旧笑着 却不肯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 路易见他嘴硬 伸出双手,在他夜窝下开始抓痒 今下痒得不行 举手投降,笑着道 我觉得你好看 路易这才满意地放过他 笑着道 好看那就多看看 说吧,抱起了身侧的小女人 一脸暧昧地说着 我身材好着呢 要不要再细致地看看 哪里还容得今下拒绝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书房成为了两人的战场 本该是无比纯洁的净土 就这般沾染上了欲望之气 转眼间,中秋节到了 今下本想着去国外看望妈妈 谁料,妈妈和好友去壁炉旅游去了 看着脸上洋溢着笑容的妈妈 今下不禁感慨 钱能治愈一切焦虑和抑郁 原来 路易给了圆妈妈一张卡 大有一副随便花的架势 最初的时候 圆妈妈还有些不好意思花 她担心花女婿的钱 会让今下在婆家没有地位 可后来层服告诉她 您就随便花吧 以您的消费水平 每个月的花销都不会有 路总的一件西服柜 您尽管放心 您不会将路总花破产的 在层服的劝说下 圆妈妈逐渐释然了 人嘛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圆妈妈很快便适应了 有钱花的生活 这步 老年大学上着 朋友交着 一起聚餐 一起旅游 哪里还像一个生病的老太太 而圆妈妈 不想让今下来看自己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她恋爱了 她早已经忘记了恋爱的滋味了 而这一场邂逅 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她不敢告诉今下 生怕夏夏不同意 也怕伤了夏夏的心 她是那么爱她的爸爸 圆妈妈觉得自己矛盾极了 她知道自己这个年纪 不应该再相信爱情了 可她对她是真的很好很好 好到她根本没有拒绝的力气了 自家老妈不用陪 今下也无法得以清闲 因为陆妈妈邀请她回老宅过中秋 这还是陆妈妈第一次联系她 作为晚辈 怎敢拒绝 今下忧心忡忡 面色凝重地盯着手机发呆 那模样看上去 让人不禁有些心疼 陆一簇没问道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今下抬眸望着她 可怜兮兮地说着 你妈让我回老宅过节 我不知道该选什么礼物 不是你妈 是咱妈 你这个思想要改变 陆一抚摸着今下的头 试图改变着她的思想 这不是为了好区分吗 你咋这么多事 今下眼皮都懒得掀一下 直接回怼着 陆一拿她没办法 只能弱弱地硬着 买点月饼就好了 那怎么能行 你妈妈会不会觉得 我太不懂礼数了 一个中秋节 那你还想送点什么 陆一簇没问道 你妈妈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化妆品呀 香水呀 或者是其他东西 我哪里知道 陆一漫不经心地回着 呼得暧昧地挑了挑眉 低声道 我妈妈倒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今下好奇地问着 什么 她想抱孙子了 今下脸微红 娇称道 凡人 懒得搭理你 我自己想 陆一哪里能轻易放过今下 她打横将她抱了起来 暧昧地往卧室走去 男男道 今晚努力努力 说不定 明日便是最好的礼物了呢 别闹 我还要 给妈挑选礼物呢 我帮你选礼物 你帮我画图计算尺寸可好 能不能别提那事了 羞死了 你的图画得很好 一看便是学过美术 别说了 惊吓武卓陆一的嘴巴 任由他将自己抱回了卧房 陆一准备好了礼物 带着今下回老宅过节 他挑选了陆爸爸喜欢的茶叶 陆妈妈喜欢的丝巾 妹妹喜欢的包包 还定制了私人制作的月饼 看着琳琅满目的礼物 今下笑呵呵地问着 你早就准备好礼物了呀 陆一浅笑 自然都是层服挑选的 以后莫要为这点小事费心 今下粗眉问道 你这样是不是太敷衍了 陆一反问道 那你觉得什么不敷衍 难不成非要自己花费大量时间 去选择礼物吗 对长辈而言 谁挑选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今下疑惑地问着 所以你便给了我妈妈一张卡 随便她挥霍吗 在你心目中 我妈妈是一个拜金的人 陆一白了一眼惊吓 回到 谁家女儿这样评价自己的妈妈 一看你便不懂老人的心理 妈妈生病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此时的她 一定是想要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一定是不想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而想要实现这一切 需要金钱的支撑 今下满意地笑着 伸出了小手 微微挑眉 问道 那我呢 怎么不见你送我礼物 陆一将自己的手 放在了她的手心中 暧昧地说着 我自己都送给你了 你还想要什么 金下撇了撇嘴 小声嘀咕着 谁想要你了 晚了 不想要也得要 盖不退货 陆一臭不要脸地 抓着金下的手 快步往老宅走去 金下见来到了大门口 企图抽回自己的小手 可陆一握得更紧了 两人就这般手牵着手 来到了大厅 拜见了陆妈妈 陆妈妈正和女儿陆瑶在闲聊 商量女儿去相亲 陆瑶看见金下和陆一 如同看到救星一般 连忙拉着金下 坐在陆妈妈身边 笑着道 嫂子 你快和妈妈聊会儿 妈妈都念叨你好久了 金下浑身不自在地 坐在陆妈妈身侧 换声 妈妈 陆一将礼品放在了茶几上 说道 下下给你们选的礼物 陆妈妈笑得嘴都喝不上了 拉着金下的手 问道 我听一儿说 你们在备孕 怎么样 有反应吗 金下的脸瞬间红了 尴尬地点头硬着 还没有 不急 不急 这种事情急不得 我让王妈给你们炖了补汤 一会多喝点 今晚留在这里睡 偶尔换个环境 效果更好 金下自是听懂陆妈妈话中的意思 他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这种事情怎么好当面讨论呢 他的脸呀 滚烫滚烫的 有种被偷窥的记事感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先带夏夏回房间休息了 陆一自是看出了金下的尴尬 替他打了个圆场 想要将他带离这个是非之地 可他说的是回房间 这让陆妈妈不禁又想入非非 连忙硬着 好 好 去吧 我保证不叫人打扰你们 金下只觉得无语 连忙站起身来 跟着陆一的脚步离开这里 虽然陆一也喜欢逗他 可那时只有两人在啊 现在这么多人 怎好讲这个话题 哎 这个陆妈妈还真的是口无遮拦 没有半点文化底蕴 难怪陆爷爷想要陆一曲一个聪明的人 改善夏陆家的基因 õ帮我记住吗 好的 坦 tim 喊